BWF世界巡迴总决赛 GAME ON WITH SBTALK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由2023BWF世界巡迴总决赛 官方合作伙伴SBO TALK冠名播出的宇球快讯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的宇谈都发生了些什么吧 首先是关于中宏剑和海卡尔在印度大师赛中夺得冠军 但满团双选手中宏剑和海卡尔的出色表现 夺得世界巡迴超级100印度大师赛的冠军 这对8月份才搭档的队友在12月10日星期日的决赛中 以21比17 23比21战胜了台湾的林秉伟苏清衡 此外这也是世界排名第69的中宏剑和海卡尔 去上周在卢克诺的超级300赛美迪国际赛上 夺得冠军后的第二个冠军 让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 保持良好的进展 胜利会引起其他人的关注 并以他们的比赛为学习对上 不断进步 未来充满希望 在印度大师赛决赛出色表现夺得超级100的冠军 对于中宏剑和海卡尔来说 是他们去最近在卢克诺的超级300赛美迪国际赛上 胜利后的第二个胜利 在南双羽毛球领域 这是一对非常有潜力的信心 第二则新闻是关于2023 古瓦哈蒂羽毛球大师赛的结果 在女双决赛中 印度组合坦尼莎 克拉斯托和阿舍维尼彭纳帕 以21-13 21-19的比分 击败了丹麦选手 莱恩·克里斯多福森 赢得了女端冠军 印度尼西亚选手 古瓦哈蒂羽毛球大师赛真的是非常精彩 展现了各个选手羽毛球的实力 在此祝愿所有奪得冠军的选手 也祝愿冠军们在奥里萨大师赛结束今年的比赛时 能够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平 提升世界排名 这期由Explotop冠名播出的羽球快讯就到这里 下周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更精彩的羽球快讯 Game on withExplotop 我们下周见 Bye